乌克兰一位法官宣读了有关乌克兰前总理和反对派领导人 纪莫申科滥用职权审判的判决书 法官基列耶夫说 纪莫申科2009年与俄罗斯签署天然气协议显然越权 基辅的检察官希望法院判处纪莫申科入狱7年 他因2009年担任总理期间越权与俄罗斯签署天然气交易而受到审判 检察官说与俄罗斯签署的协议导致乌克兰损失将近2亿美元 基莫申科所属的祖国党呼吁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基辅主要法院外集会 基莫申科形容这次审判是为了总统亚努申科科维奇消灭政治对手 欧盟和美国都表示审判是出于政治目的